世界12強台灣首戰荷蘭 陳冠宇先發 已經準備好 身體狀況都已經準備好 第一場一定比較重要 然後這場如果前進來 對中華隊 四好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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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世界12強棒球賽 中華隊今晚6點30分 在台中洲際球場首戰荷蘭隊 由效力日本羅德隊的陳冠宇 擔任先發 我會從 開始開賽就會全力 好無保 荷蘭隊則由左頭威爾先發 嗯?有沒有覺得這個人有點眼熟 對了 他現在2007年 效力成泰隊 投了五場球 現在可是荷蘭隊的主定先發了 明天應該 應該會是成 我們紀念的比賽 因為我覺得世界其實是超級超級 他讓我們對決賽 全力以赴 達到千萬元 三千元 中華隊預賽五場比賽 都在台中舉行 其中對古巴門票已銷售一空 其預賽事門票銷售超過七成 販賣網站已出現黃牛票 內野1800元門票 有網友開價3000元 市政廣場及周邊沙家 也推出大型螢幕 各式美食 與商品 與球迷一起為中華隊加油 昨晚率先在日本舉行的開幕戰 地主日本隊以5比0擊敗韓國 展現奪冠大熱門的實力 東新聞綜合報導